因為如果你用好洗頭去做這個型 其實就因為難度高 而且貴 而且在結構上也要考慮 這個呢 這個是除得出的 大人不在想 這邊有三明輝 蜜傘 這個雪橘板我覺得很棒 講明這個是一個系列 所以在開始之前 除了陰陰一點 其實不是這集介紹 但是將會介紹的東西 大家等等 這次跟大家介紹的 其實是圈幾套 第一 這個 首次出的散兵也是德軍出的 延續後列 我覺得這次比較吸引 German Elite Troops Number是2031 只有三個 他們一向只有三個 售價方面 大概是 我猜是七十幾 八十幾 二十幾個 過不了三十幾個 值不值你自己喜歡 好 另外就是DAK 非洲軍團 2034 也是三個 第三個 我會今次介紹的 就是這個SYC 其實都是DAK 即是Africa Crops 沒有寫 BMW R75 最常見的電單車和SYC 好了 為何要介紹這三個呢 有原因的 因為全部都是 其實都不是全部的 部份是DAK的 因為呢 大家見到呢 這盒 雖然是有冬天裝 或者是普通綠色的散兵 但是它是有DAK 即是沙色的部份 非洲軍的那邊 我也不太肯定 但我記得希臘那邊是穿沙色的 先講一講 這次要介紹第一套的兵 先看一看 因為它很細小 因為鏡頭要轉轉 我唯有拿上手 好了 這一套三套 就是這個 來的 值得玩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除了有窗和配件 還有一些小配件 好 這個呢 地雷 Trypod 即是重機窗的架 當然有少許是吐槽 這是沙巴 好 講個人 第一個 那個 普通的德軍 MG Gunner 它最好是有 這個地台 總之你不會跌 方便你 當然你可以在情境上 沒有問題 斜大 起碼有這個 而且我覺得這個夠好 小 太大 牙頂 而且它講得明 這個有少許巧妙 寫一些東西 看 Compatible with other brands 即是港銘的地台 其實一直都是 知道它的圓形 那個圓周 就是這個位置 其實所有牌子差不多大小 基本上 因為如果你不兼容 其實玩不到 那些熟玩家 不好意思 講一下這些基本 因為有時候朋友是比較初 初玩 或者沒有注意到 跟大家講解一下 GMG 真的很像我們坊間 大陸牌子 或者小牌子 那些造物 它們的形式 都是比較鈍 即是 像它們大家玩的感覺 有點鈍 其實應該沒那麼鈍 但當然 我覺得比例上是OK的 差不多一個 三分二人的高度 都合理 太長 太細 太有精細 但又好像太小 這個尺寸 我覺得這個尺寸 當然這條 摺得不夠遠 其實它也不一定是軟的 如果你要弄這個 就用普通的吹軟 也可以 那三個顏色 其實三個不同顏色 這個普通的MG 即是正常的陸軍 的裝束 咦 它旁邊的位 好像 有一個DECO 好像是非洲軍團 我看不清楚 大家不妨慢慢 了解一下 那 講開吧 V型身材 或者胡佬身材 人形化一點 剛才講到的樣子 這裡這刻 開一開 看看吧 那 它就做帶 其實很多牌子都會這樣做 但有表情 還有還有鼻樑 鼻哥 那 最初 一隻體就覺得 好 多多鼻 慢慢發覺 如果是做不同的表情 我覺得 就 挺豐富的 它做得OK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其他產品 盒 有一個樣子 一個動態 到實物的時候 是另一件事 但這裡你見到盒 是跟實物一樣 因為它已經實物 你看到它有表情 感覺就是 好像 生鬼一點 而真的可以在產品上 好 第二個 兩個 不同顏色的 這個可能是軍官的衣服 比較深色一點 當然大家明白 德軍的衣服有很多不同的衣服 做得不同 我們有一個MP40 其實這些武器就不是未出過 很多時候跟坦克那些 或者是普通的德軍 跟車那些都有這些武器 還有兩張 這個已經是多了 這是新的 就是鼻章 之前一些官方的 頻道 或者網媒也有說到 為何不認識 有些疑忍呢 是貴的 就是控制價格 看看客人的需要 喜歡多一點還是少一點 那旁邊 有一個沙漠章 當然前面沒有人 這個呢 正常德軍的衣服 那它的衣服 就不同於 M.O.C.公司或小公司做的 就這麼精細了 就是 BURR了 大家明白 大公司出的那些納水衣服 其實不能出 好了 講這個精彩了 這個怎麼精彩呢 就是 剛剛那個有一個是印的太陽眼鏡 這個其實是真的 就是立體 先講一下帽子 這個帽子是沒有廢號的 又有多個玩法 這個呢 這個是除得出的 所以當然它裡面一樣有惡眼 它是PVC 會不會脫色呢 如果它不是噴色呢 就不會脫的 我這樣講 難一點 暫時我看不到它會脫色 所以戴下去呢 靈性靚仔一點 是不是很帥呢 我來砌 砌一些特種部隊 是不是很帥呢 其實可以兼容的 應該 那就要留意一下 這頂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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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扁平 正面呢 方一點 呃 配到其他人仔 你要自己想想 是不是這麼適合 我會覺得配到它們這些 當然是問題 另外一個位置 就是它這個 背帶 我就少見的 我沒見過 有玩過 我玩得不太多 插著槍在這裡 挺好的 有時候這支槍 每次都插著手套 每次都插著手套 有時候走路的嘛 那就很奇怪 整隊兵走路 只插著槍 我就覺得 可以好一點 他們想到這條招 其實可能也未必是新招 我不敢 由我所知就沒見過 就揹著 那麼 比較帥氣一點 玩整隊粗兵 就舒服一點的感覺 不是只插著槍 這樣舉 向天 奇奇怪怪的 當然玩人仔 就是有這些 特別的地方 經常都分享一些 高級玩家的 動畫片 真的很厲害 雖然是有些限制 你知人仔 但是做了很多 很棒的動作 這個 這個 講這盒了 這盒 我覺得兩盒都這麼精彩 這盒是特裝部隊 好 先講這 特別一點 這個 這個冰箱板 我覺得很棒 因為 它是可以 站在這裏 它不會跌的 那為什麼不會跌呢 我示範給大家看 摺光了 再摺光 摺光了 摺光了 不會跌的 當然 有支 雪梟的手 會撐乾 所以 雪梟也有幫助 所以其實很好玩 做得到滑雪時候的動感 不錯 揹著這支槍 很正常 很符合 當時我們理解的 冬天 在雪地德軍的操作 這個 這個 眼罩 因為 那時候也有防止外光 防止外光的眼罩 所以是移印 不是戴上去的 但那套 山地絲 三個手袋 電影都在這裏 K998MO 拔書都在這裏 所以這個 正面沒有偷計 不過 都是背部 但是他們總是不忍 這支是軟軟的 是PVC 很過癮的 這個冬天兵 挺正 挺有特色的 不錯 我都很喜歡 我三個都很喜歡 這個散兵 不用說 表情很過癮 加上鼻樑 真的差好遠 加上大印在上 有散兵徽 這邊也有散兵徽 這邊也有散兵徽 散兵徽 也有散兵徽 這些 前面的小一點 OK的 這條褲子是藍色的 不過藍色深了一點 是嗎 Anyway 都是正的 配不配到其他 大小是可以配到的 還是可以配到其他 有什麼 好看 你自己試一下 我不說了 我會配原裝的 OK的 做勝負就買成一隻 因為這一隻 Kobe的兵 兵 兵仔 人仔 有他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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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地台 另外這個 哇 沙漠散兵 很過癮 看來的表情 准 是吧 大沙兵徽 就不是DAK徽 穿的衣服好像是散兵衣服 所以我覺得這套已經值得比較價 頭盔都可以看到 所以這套加起來很棒 各有特色 這套有一個立體3D的眼罩 很帥的,配上現代也行 樣子都可以配上去 可以通用到現代或部隊 先介紹最後這一套 沒錯,就是這一套 這套是R75聯合卡 2397 這些完全容易砌,價錢亦相宜 多錢忘記 好 說得很輕鬆,多錢忘記搭得多順 這套是DAK 頭盔又有別的顏色 又多了我的選擇 細駕得來,剛剛好我覺得 DAK揮 斜位 其實大家玩開節目,只是這樣斜 其實這樣斜一點,就不是這樣斜 這樣斜一點 可以加入一個朋友在旁邊 好,先按一下 我第一次放進去,可以坐到的 可以的 沙色顯身體,比較細小 其實DAK上很多衣服,替色心接線 其實執政六軍也有的 簡簡單單,不是很大價格,但配合大小,最怕是組裝出來的車子很大 看到很多MOC高手,他們有堅持,但大小和層次都會跟隨 起碼你會加入雙座位和單座位去做足 就不是組裝出來的,因為有很多沒那麼厲害的牌子 純粹做到外形,但他們反而不明白究竟我們玩家的心態是甚麼 追求的所謂符合,就不是純對純比例 Mani figure 或證目的比例都是變形的 就是那些 Deform 了 比例很適合,這輛車沒有理由這麼大價 所以這麼小就適合 所以配回到塔塔圖,完全沒問題 喜歡砌琴的那些,一堆堆下來 真的沒問題 這幾隻兵,真是推介的 那就是革密石墓水 很簡單,很快就組裝完 我覺得很多他做得很出色的就是 用簡化,大小符合 簡化適合,不做作,不多額外的東西 他又適量地做回到車身,是一個全座的尾件 不用組裝到很多小的部分,然後車又容易懶 然後有型油不太好,而且也很困難去處理 這裡是適當地減了成本 最近他們的官網說法也是 他們會嘗試,例如吉寶車,美軍車 他們可能會多些用整件出的帽子 就像這個電子車 整件出的,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形狀不用說,更近乎一點 另外就是,會成本便宜一點 當然有些精密派 它就寧願逐一粒組裝出來 這個各有好處 當然你放到很大的,很細粒,很英俊的 但是呢,有些太簡單的那些 你可能要考慮就是重新開帽子 因為如果你用很細粒去做這個型 其實就一來難度高,而且貴 而且在結構上也要考慮 和可王性也要考慮 所以它就選擇了太細太複雜了,開帽子 我就對了,我買了 當然買了,是不是? 不用問為什麼 好,拜拜! 各位朋友觀眾 如果你喜歡我們ToysTV,或者我自己Briano的一些影片 麻煩真是不要省皮 幫我Subscribe了我們的Channel ToysTV的Channel 按一下小鈴鐺 另外呢,我們Facebook的ToysTV有了 我自己也有的 那我的Facebook呢,就不會很多人Like 麻煩真是支持一下 讓我多一點信心 和多一點的心機去做好自己的相關的影片 所以一個Like,不要輪色,很重要 我們在一起